冷战结束后进入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 美国梦想着永久性的独霸世界 然而霸权在手 非但没能给美国人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反而变得疑神疑鬼心神不安 对外越来越疯狂 内部越来越混乱 既无力应对世界的变革 也无力阻止实力的下滑 既疯狂又恐惧 既焦躁又忧虑还自虐 美国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新兴国家 只用了20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霸主 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或许正因为如此 让美国人变得是异常的狂妄自大 可能在美国人看来 能够通过冷战击败强大的苏联 为了世界上不会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 就必须对一切有追赶 超越美国的国家进行强力打压 中国自然就成了美国首要的打击对象 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这30多年 正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 原本期望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战略改造中国 不成想却意外地成就了中国发展奇迹 中国奇迹让美国人开始有些担心忧虑了 以奥巴马推动亚太在平衡战略为标志 美国就开始不断地推动对华打压遏制政策 当十年前中国提出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与忧虑日甚 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也日强 特朗普时期是想通过贸易战击垮中国经济 可是非但没能重创中国 反而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自己制定的秩序规则 到了拜登这 把特朗普的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 企图通过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 打断中国的复兴强国进程 通过制造意识形态价值观对立孤立围堵中国 目前看来依然是效果不佳 对美国的伤害更大 中国梦是实现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强国 尽管中国承诺不争霸不称霸 可在美国看来 中国要是成为了现代化强国 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世界霸权 至少是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前苏联式的对手 更怕中国取而代之 过去15年来 美国越是打压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提高的越快 特别是中国二十大会议之后 向建设现代化强国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让美国焦虑恐惧更甚 中国梦正在击碎美国梦 令美国焦躁忧虑也不足为奇 之所以说美国梦正在变成美国病 是因为有如下表现 首先美国已经进入了噩梦期 美国梦已碎可 美国人却不愿意从梦中醒来 美梦正在变成噩梦 不愿意从噩梦中醒来的美国人的身心 自然就会受到重创 不管是遏制中国复兴强国进程 还是维持美国永久性的霸权地位 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幻想 这就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美国已经承认 后冷战时代正在被大国竞争所替代 所谓后冷战时代当然指的就是美国霸权时代 在美国最强大的时候 都无法维持住毒霸的地位 都无法控制世界变革的方向 美国还硬要通过大国竞争 来重塑美国霸权地位 还不肯放弃霸权战略 这是典型的明知不可而为之 这是在犯严重的战略错误 中国在最虚弱的年代 也从未停止过战斗 中国的复兴进程也正是在压力下崛起 如今眼看着复兴强国在即 就更不会被任何困难威胁所吓倒 美国还梦想着能够威逼利诱打压 甚至是战争的手段迫使中国改变 这岂不是患了妄想症 这同样是在犯严重的战略错误 关键是中美对抗 不论输赢美国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即使是赢了中国 中国也将失去独霸世界的能力 中美冷热战的过程 必然是快速建立多级世界格局的过程 何况中国不是前苏联 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 世界也不是当年的世界 美国梦想着建立一个击败苏联史的 强大联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之低了 可以说中国已经占尽了天使 地利 人和 尽管欧洲还在左右摇摆之中 可就算最终会加入美国反华战队 也是需要时日的 美国应当清楚 再给中国五至十年时间 即使实力对比不会逆转 差距也将极大的缩小 正因为如此 美国不但焦虑忧郁 还严重的想赢帕书患得患失 犹豫不决 做下了心理病 战略思维自然就混乱 特朗普的疯狂 拜登痴呆 可 已说正是美国患上严重心理病的代表性表现 其次美国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曾经有美国政客指责中国患了被害妄想症 把中国反制美国无理打压的行动 称之为被害妄想 实际上美国才是患上了对华被害妄想症 中国承诺的不争霸不称霸 已经在世界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世界 这也是共识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局势的稳定器 和解决危机难题的重要力量 这更是共识 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 把中国复兴强国进程视为是挑战和威胁 美国更是念念不忘地大造中国威胁论 美国一切对华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都是中国的威胁与挑战 白宫制定的任何对华政策 都是冠以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 一提中国美国就草木皆兵 美国真的是患上了被害妄想症 美国的一切都是以应对中国威胁 或保护美国安全为出发点 中美对抗就只能是不断的升级 可美国此时又没有做好与发生严重的冲突 对抗准备 安全妄想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战略 这是兵家之大忌 其三是撒谎 欺骗偷窃的职业并日甚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公开声称 撒谎 欺骗偷窃是美国的职业技能 对外还好 可是要是对内也成为了专业手段 对美国的伤害就更大了 美国越是想证明霸权的合理合法 就越是要通过撒谎欺骗的手段来证明自己 就越是想把美国至上论 帝国无罪论强加给世界 这会让世界越来越明白 天堂之国和自由女神的灯光之下 原来充满着黑暗和邪恶 这是美国价值观的沦丧 也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邪恶本质 其次 美国已经成为了自虐狂 通过贸易战打打压遏制中国 已经证明了使害人更害己 已经是一种自虐行为了 如今不反思利弊得失 反而变本加利的推动与中国脱钩战略 对美国的伤害更大 还真的有点宁可牺牲美国 也要把中国复兴进城拉下马的味道 中国已经被视为是世界经济的希望之所在 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 在世界有可能陷入衰退危机的关键节点 美国强力的打压中国经济 就是对世界的极大伤害 非但严重的孤立了自己 还引发了全球性对美国霸权战略的反思 这是自己打自己霸权的脸面 世界正在兴起的战略上去美国化 金融经济上去美元化浪潮 就与美国强力打压中国 破坏世界秩序规则有很大的关系 世界变革正在加速 而且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 显然就是变革的加速器 美国破坏的是自己建立维持的秩序规则体系 这也是一种自屑 把自己顾虑于世界之外 这当然更是一种自屑 只是美国人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已 总之当今世界的大国竞争 实际上就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碰撞 可以说中国梦正在击碎美国梦 可惜的是美国人不愿意从噩梦中醒来 这美国梦自然就正在演变成美国病 焦虑忧郁自血自大思维混乱交织在一起 这美国人是无可救药了 估计点选的